荣民村子一夜 荣民村子一道地方 让我们整个村庄民 作为各贵的平安的行为 选后回归新北市长岗位 侯友宜出席治安汇报 叮咛警察同仁 春节将至得固好治安 不过1月23号新北议会临时会 律营议员要求侯市长 捕作施政和纵预算报告 我尊重程序委员会的决定 我会全心全力地 为新北市的市政 侯友宜请假113天选 不只律于议员磨刀霍霍 如今败选来迎抓战犯声浪涌现 尽管会议连日来都强调 一切责任自己堂 并再三感谢朱立伦 赵兽康 金苦聪等人 但却被发现从败选当天到现在 一连三天没有对韩国瑜表达感谢 这样子好 我非常谢谢郭以兄 尤其韩国瑜在开票的当天晚上 就特别到选办来给我致意 我都表示12万分的感谢 选战半夜但余波荡漾 赵兽康选后也首度发文谈心得 透露副手角色难扮演 如果自己选可以挥洒自如 发挥更多 选举更精彩 当副手参选比自己选是难上十倍不止 这番话也被质疑难道是在指侯友宜选的不精彩吗 赵邦兄在这一次的总统跟副总统的选举过程当中 我非常的感谢 对时事的真本 有他独特的看法 我们都要给予尊重 尽管侯友宜已经从选战模式切换回市长模式 但接下来两年多任期 不只得面对绿白议员强力监督 网友酝酿的霸侯行动也春春欲动 侯友宜考验才要开始 三选交运行后才用新变